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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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闆每天都忙個忙 都非常的忙 一天都要賣吃好幾萬塊的豆腐塊 來去做豆腐爐 這裡可以說是宜蘭市豆腐的大本 形成一條豆腐椎就在光布路鎮蛋 這裡已經有391年的歷史 在宜蘭市光布路這裡 每個老闆每天都會非常的忙 請問這個老闆 這豆腐爐是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農曆幾月到幾月 豆腐爐差不多是四月份到八月份 農曆四月份到八月份 這一天差要賣幾萬塊的豆腐塊 不一定 賣幾萬塊的話 買這個豆腐都回去做什麼 做鳳梨豆腐 豆腐爐 大部分都是做豆腐爐 你能不能透露做豆腐爐的秘籍 秘籍的話我這裡有說明書可以參考 回去要怎麼做 你能夠直接講嗎 可以啊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米曲 我們要米曲還有糖還有米酒 米酒要二十趴以下 不能五十趴 當你放酒五十趴以上豆腐會變硬 也不能放生水 要放冷開水 就是做豆腐爐的秘籍 大家好我是老師 今天我來到宜蘭市 我們來請問老闆你貴姓 我姓林 林老闆 這豆腐爐要怎麼製作 豆腐爐製作的方法 首先我們把豆腐爐擺回去以後 先汆燙 用開水先汆燙 汆燙了三四分鐘 然後把上面的鹽巴煮掉 煮掉 不要那麼鹹 再曬太陽 然後米曲的話 它也是一樣 回去先把它洗過一遍 然後去把它曬乾 豆腐爐跟這個豆腐塊 豆腐塊跟米曲 跟米曲 都要洗乾淨 都要洗乾淨 然後再曬太陽 再曬 曬到表面乾以後 就可以製作了 然後要加什麼材料 材料的話就是米曲 米曲 如果一百個的比例的話 像這麼大小的一個 它就要三斤的米曲 三斤米曲 然後 然後七斤的白糖 還有那個酒 米酒四瓶 米酒四瓶 要二十度以下 二十度以下 二十度以下 不能再 太厚的話它 豆腐它會變硬 會變硬掉 變硬掉 不能發酵 發酵不了 可以再加鳳梨 草天椒 鳳梨的話 草天椒再加一點點 然後呢 乾草片也一點點 乾草片也可以 增加它的乾味 口感 比較好吃 米曲的話 米曲好以後 還有酒去攪拌 攪拌均勻以後 一層豆腐乳 一層豆腐乳 然後一層 豆腐塊 一層豆腐塊 然後一層這些材料 米曲 一層的米曲 然後下去 要放個 第一支半個月以後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 讓它的 就在沉澱下去 這樣 糖會再沉底 然後再放下來 對 然後 然後 就 半月以後 再把它放回去 再放回去 放回去 讓它整份都 換來換去 糖分都整份都平均 讓它均勻 均勻 然後最好要曬個太陽 曬個太陽 頭感更好 它發酵得更快 好 感謝您 不會 不會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傳統豆腐乳的著作 就經過老祖母的手藝 所遺傳下來的 像這些豆腐乳買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開水煮差不多三分鐘 也可以不用煮 你不能煮太久 喪失這個鹽分的時候 它會損壞掉 所以說 我們要保存這個鹹度 讓它來發酵 做豆腐乳 這關鍵的東西 就做三樣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紅磊 還有 這冰糖 或者是 歐砂 這些都可以 再來就是 米曲 這三種都是 花效的東西 我們要做 豆腐乳 最主要是 要了解這個 花效的原理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紅磊 我們這個表皮 跟熱中間 是有一種 酵素 它是 發酵的東西 再來就是 歐砂 或者白糖 冰糖 都可以 再來就是 米曲 這是米曲 這是米曲發酵的 如果變白色 就不行了 這是綠色 綠色的東西 是在發酵 來產生 足物的變化 我們煮做豆腐乳 最主要 就是在做 花效的構成 這三樣東西 差不多 各三分之一 的比例 是最恰當的 有些你 糖 要少一點 或者米曲 少一點 都可以 你直接 用豆腐乳 跟米曲 來發酵 也可以 跟縫裡 來發酵 也可以 跟糖 來發酵 也可以 我們 把這三種東西 融合在一起 它的 口味 是不同的 因為 鹽巴 跟糖 會產生一種 甘甜的味道 這種東西 三樣 結合 就是在 我的老祖母 以前在做豆腐乳 所遺留下來的方法 這種避景 我們講給各位來做參考 也是 也是 憑個人 對這個 口感 再去這三樣來調製 調到你喜歡吃的口味 那也可以 我們 在上面 也可以放一些 朝天椒 這個都可以增加我們的口感 我們做豆腐乳 主要要知道它的原理 最重要還是要注重它的小細節 像我們這些玻璃品準備好的時候 要用這個酒 少許的酒 下去清洗 我們最少要用這個米酒頭 35% 最好是用這個金棉高粱酒 這個有58% 這是會比較好一點 對我們的豆腐乳的保存 跟失敗率會降低 最主要你不要碰到生的水 你如果要加水 要經過足夠的冷開水 這可以促進發酵 這個水的原理很重要 當你做好豆腐乳的時候 你要用 不沾到水的筷子或瓢根搖起來 千萬不能有沾到水 有沾到水 你整個豆腐乳都會腐敗掉 我們做豆腐乳 最主要要知道它的原理 像我們這個鳳梨 它的酵素是在這個果肉跟皮中間 像我們這個削好 這個我們就要用小刀 把這個鳳梨這個黑黑這個把它挑出來 我們要保留外面這一層 發酵 酵素的東西來進行發酵 這個口感會比較好 我們就把這個一個一個挑出來 我們在做豆腐乳 最主要要知道它發酵的原理 然後一些小細節都要去注意到 像我們這玻璃瓶 我們要倒入最好是50%的這個白酒 你最差是要用米酒坨 最好是用金門56%以上 50%以上 你這樣倒過來清洗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這裡面不能有水 然後我們切好豆腐乳 像這樣比較大的 我們裡面在裝的空間 就看起來比較不恰當 我們切比較細一點 這空間看起來是比較飽滿一點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放這個米曲 我們豆腐乳放好一層 這米曲再放一層 放好以後 然後我們再放上這個烘米 我們用筷子把它夾進去 一層豆腐乳 一層這個米曲 米曲就有加糖或冰糖 然後最後一層就是烘米 接下來我們最好就是 不要把它裝完 因為它這個發酵三個月 發酵完以後 我們這個瓶蓋 蓋起來的時候 不能鎖緊 它會產生氣泡 像這樣做好的時候 我們要倒冷開水 像這個是冷開水 你倒米酒或者是 生的水 那你就BBQ啦 就完蛋了 這一杯是米酒洗瓶的 這是 這一杯是高粱酒 56%的 你最差是要用米酒頭 35%的 然後我們再倒這個冷開水 把它倒到差不多八分滿的時候 不用倒太晚 這瓶蓋不要把它鎖緊 這瓶蓋鎖起來的時候 大概是鎖一下就可以了 這防止吸進跑進去 這樣鎖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鎖緊 鎖緊它會冒泡起來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了 我們來比對做好的豆腐乳 這是我們已經做好半年的豆腐乳 它會變顏色 這豆腐乳差不多三個月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打開來吃 你去夾的時候筷子千萬不要沾到水 這樣這個顏色就很漂亮了 這是我們做好半年的豆腐乳 這口感非常的好 我們食物的保存法 是要靠酸 糖 或者是鹽巴 來保存這個食物的新鮮 像我們這個是蒜頭 我們是加醋 我們來保存 這個是蒜頭 我們是加醬油 像這個是朝天椒 我們是加醬油 還有蒜頭 我們來保存 我們來保存 這個已經一年了 顏色還是很漂亮 這我們做豆腐乳 可以放幾個在上面 會增加口感 像這個蒜頭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把它保存 這些給大家做參考 我是老師 今天感謝你的收看 下期再會